高雄市長補選 戰火持續加溫 國民黨黨主席江啟成 頻頻南下高雄為李梅貞助選 一方面也要穩住高雄市議長的補選 因為有人數優勢的國民黨 卻有兩名議員退出黨團運作 爆發分裂危機 讓江啟成喊話 如果議長敗選 他主席也不用當了 這個時間點 國民黨要展現的就是一個決心跟意志 我的位置這不算什麼 現在的國民黨對我們而言 團結比勝負來得更加的重要 賭上黨主席的職位 江啟成要一肩扛下 議長的選舉成敗 但一上任就面臨罷涵成功 突襲立願占領失敗 如果再輸掉議長補選 讓他在黨內的地位岌岌可危 外界質疑他無法團結國民黨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還是最終我相信民意 疾風之禁草 反當勢忠誠 那我們在越是困難的環境裡頭 我們覺得就是越應該要團結 議長這一戰民進黨機會本來不大 但是由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我們會繼續積極努力 這對他來講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賭注 那我們仍然會非常的努力 國民黨鬧分裂 綠營找機會見縫插針 另一方面黨內朱立倫最近動作頻頻 也被解讀 是衝著下一屆黨主席而來 一些改革一定要有成績單 我覺得這個重要性絕對不比補選 或是議長選舉來得低 誰去在這個時候擔任這個位置 都不是好做了 即便自家立委力挺江主席 但是高雄市長勝選是不可能的任務 萬一連穩超勝券的議長也丟了 更重創主席的威信 難怪議長補選成了江幾成的主席保衛戰 華語新聞林威凱洪西宇林凱倫 台北高雄報導